此处也有李嘉诚的演讲稿,李嘉诚,我年轻时经历平平战争,令我舞出有感恩之心的价值。 毕业的同学带着善大创意自强的信念走进世界,有绝集打拼的勇气,冲破命运迷宫,打有限变无限,击退蔓延处处的平庸傲慢,建设希望,重塑世界。 环境不是牢笼,在各行各业,你有学建立把科技,现代化及工业化的优势,柔和成心,你有见识力,知道如何守长持变,厘经障碍,面临抉择,掌握进退,处电不惊,你们是有追梦能力的信誉男,你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模样的? 善头大学建立自我,追求无我的理念对你重要吗?在林林总总做好人做好事的口号中,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看世界,和真诚有本心的人看世界不同,超级出众的人会常常问自己,我是Chris Charming或是Chris Harming。 你是美丽,功效之星,还是偷偷大论,制造问题的人,现代环境的新挑战,英雄难立新,平庸是条死胡同,在平庸圈套的死胡同徘徊,突然浪费资源是被公办,要探求不一样的方法,才可寻找到有价值的量变。 建立自我,关键态度是谦卑,谦公,谦虚。 理智要改变世界的人,又实质良心和才华同样重要,你的领导能力能否服务好理想,你的深度与宽度决定你是解决问题的人,还是问题本身。 有人认为我这把年纪,时间不再没有方向,时间就是当下,晚上仰望星空,让我了解人的渺小,在漫漫长路上,很多时候也感到几算无力,但为了明天,我依然披上战役,去思考,去感受,去行动,永不严坠继续为功力求变,寻找更好。 亲爱的同学们,校友们,38年前,这里原是一片荒芜田地,创办山偷大学,尽管被人朝整是羽工一山,但我坚信只有推动教育改革,出新的选落才能实践,我要感谢一直支持我的朋友,是你们令我这孤独心情路上不敢孤独,每次来都善大。 同学们一张张笑脸和爱,是我永恒的鼓励,今天之后,我会退下山偷大学名誉主席的职务,在这心爱的大地上推动教育改革的使命,将交由小儿子结合基金会同人建立,同理心和慷慨良心,是一种选择,各种满足感,难以言传。 大家同心,可实现更大的梦想,过往一切沉浪心上,向前眺望,我总是对大家能成就的未来带着期盼。 同学们,啊,you're ready? 一生意立志,道德和诚信,致力为世界带来尊严和机遇,建立自我,追求无我,活出真正胜利的人生。 让我再次为同学们送上鼓励,今天你以善大为荣,明天善大以你为荣。 年将到over,李嘉诚为何续人也,福布斯林是十五年,参联全球华人首富宝座。 生于1928年的李嘉诚,早年经历了贫困、疾病,战争和父亲早逝的痛苦。 这个生于潮州的年轻人,有着犹太人般的经商的眼光和魄力。 疾病往往伴随着贫困和战争,李嘉诚的父亲患上了肺结核,因为父亲的疾病,李嘉诚常常买些医学的救赎,希望对父亲的病有帮助。 就在鲁迅少年的时候,也同样经历过,陆迅经常去比他高许多的柜台卖料给父亲吃。 后来父亲死了从而医,李嘉诚的父亲在他十四岁的时候死于肺病。 这对李嘉诚是个不小的打击,他有痛苦没有人倾诉,因为没钱上学经常买些旧书,父亲死后就处学打工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。 当时因为日本欠占中国,李嘉诚加班到了香港,广东人喜欢喝早茶,李嘉诚第一份工作是在茶馆里班伙计。 这里聚集着暂教酒流的人,每天谈论着人生百态,社会各种小道消息,丰富了李嘉诚的社会经验。 他还当过中表店的修理工,推销员,二十岁的时候一九四八年当上了塑胶花厂的经理。 二十二岁一九五零年,创业创造了长江塑胶厂,不能好当万里,长江塑胶厂是李嘉诚的创业的第一桶金。 真正让他富裕起来还是房地产。 一九六七年,社会动荡,香港人抛售地产转向国外,地价暴跌,李嘉诚低价购入了大量地产。 一九七二年,一九七九年战胜了老牌的英姿商行,和季黄浦,几队走了英国商行。 独占捞头,眼光开始投向海外,购入海外的港口,石油,通讯,李嘉诚逐步走上了亚洲手术。 回过头来,看他的演讲稿,如此简洁朴实,靠着他一颗强大的内心走到今天。 他成功的关键是强大的意志力,求知的欲望,勇于挑战的勇气,坚持不懈的奋斗,持之以恒的恒心,实现自我理想价值和超越自我,会及天下人为底阵。 见言之为建立自我,追求无我。 现代人的生活物质水平,教育,医疗比起过去好老很多,为什么现代中国的教育还是培养不出世界人才?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中国,以意识教育为体制,以死记应被踢海战术的方式,以考高分,进入名牌大学为目的。 一心只读上贤书,对中国过去的历史,国外的历史,社会的现状额变先,几乎从学校里屏蔽和隔离掉了。 课外书不许看,凡是与考试无关的统统空调,把学生限制在狭隘的空间里,塑造成了笼子里的怪物。 更为有害的是怪书式的教育,压抑了人本身,不能启发人自身的兴趣,打开自我的钥匙,形成个性和独立的人格。 教出的学生是个空心人,以至于进入了社会。 毕业生不能适应于社会岗位,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,没有创新创造的意识,寻规蹈矩,逐渐趋于平庸,没有自我,没有自我理想,没有动力,没有社会经验,没有勇气敢于挑战创新,没有毅力和恒心,构成了平庸的死胡同。 教育的改革首先要回归于人,以人为本,建立起原本的教育理念,教育哲学,教育体系和教育体制,开启自我,追求无我,以有限追求无限,启动员内心无限的能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